你要给我跑去哪里 不要给我跑走 对着警察大声咆哮 甚至以肉身 阻挡警用机车 就是不肯戴口罩 嘴里骂个不停 直接被远警压制在地 警方大动作 却是因为几分钟之前 带信男子没戴口罩 就想进超市购物 你不要碰我 我要拒绝任何公权利新手 警方到场之后要求他离开 男子却恼说成怒 不断召消 行径相当嚣张 店员为了阻挡 还把桌子搬到走到中间 但男子不但坚持不戴口罩 走出超市之后 还故意挡住警察 声称要跟警察单挑 男子夸张的行为 已经涉嫌违反妨碍公务罪 警方当场使用辣椒水 将他压子逮捕 靠上手铐 男子还是不认错 但全案已经移送地检署偵办 新北市卫生局也将进行惩处 男子的行为不但将自己 暴露在危机当中 也影响公共防疫 华视新闻卢佩君 陈一宁新北市报导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 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 有一种华视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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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视